很多人都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水平牵拉电线咕噜上的导线时 线盘会同向滚动将电线缠绕起来 这看起来有些反直觉 为什么牵拉的动作会导致线盘自动收线呢 为研究这一现象 我们在地上放个木桩 在上部施加拉力 发现木桩开始倾斜 原来是接地点受到摩擦力约束 无法滑动 导致拉力对木桩产生了绕着接地点旋转的前倾力举 为避免倒下 再接上一根木桩作为支撑 并在相同位置施加拉力继续制造倾斜力举 然后不断如法炮制 在即将倒下时增加支撑腿 于是就变成了轮子 可见轮子之所以能滚动 其实是拉力对接地点的力举 使轮子不断倾倒 又被同步前移的接地点支撑的结果 因此当轮子有个直径较小的缠线筒时 拴线头的小钉子受到的拉力 同样对轮子形成滚动力举 而缠线筒还受到线绳的压力 也就是线筒上一段绳子张力的合力 这两个力对支点形成同向力举 于是轮子向前滚动 当钉子拉力正好穿过支点 力举消失时 轮子靠压力制造的力举继续滚动 此后拉力形成反转力举 但始终小于压力制造的正转力举 使轮子继续转到半圈 此时压力是拉力的两倍 但这两个力倒接地点的力弊长度 却大于1比2 于是轮子被合力举推动继续滚动 其间由于拉力的阻力举 小于压力的动力举 使轮子持续获得动力 当拉力再次穿过支点 不形成力举时 轮子利用压力制造的力举继续旋转 很快 两个力又产生了同向力举 共同推动轮子滚动到起始位置 开始下一次循环 因此它会自己缠线 其实是被两个力举叠加推动的结果 根据缠线孤入原理 我们发现支炉干直升机 其实也大同小异 由于它有前后两个旋翼减速器 会对机身制造等大反向的反扭力举 而这两个力举作用在机身任意位置都是等效的 因此同时移动到重心便会完全抵消 使机身达到力举平衡而不发生自转 同时两副旋翼都是周期变距的 旋翼追面可向预定方向偏转 因此飞行员向左右方向推动操纵杆时 两副旋翼会跟着同向偏转 给机身提供侧向力 并且对重心的力举又互相抵消 使直升机向左右方向平移 当飞行员蹬下右舵时 前旋翼右偏而后旋翼左偏 前后的侧向力对重心形成了同向力举 驱动机身自转 蹬下左舵时 两个讲盘则同时反向 此时直升机就像刚离开初始位置的缠线咕噜一样 被两个同向力举驱动而旋转 接下来飞行员开始表演组合动作 它先蹬下右舵 使两个讲盘互相反向侧偏 开始绕着重心自旋 然后它向右压感 让两个讲盘同时叠加向右偏转的动作 这一下把直升机整得不会了 于是本来向左侧偏的后讲盘 叠加向右的动作就变成了水平 而本来向右偏的前讲盘则加局右偏 如此一来前讲制造的侧向力 不仅推动机身绕重心自旋 还推动重心向右移动 只要操纵多量掌握的合适 就能让机尾在旋转和平移的动作叠加下 恰好保持位置不动 使机身绕着尾巴转圈 这个动作相当有用 可以让只奴干的屁股对着悬崖边 位置保持不变 在大兵们忙着进出时 飞行员则可控制机身左右偏摆 来抵抗侧风或调整姿态 反之当蹬下右舵而向左压赶时 前讲盘的侧偏量就会被抵消 同时后讲盘偏斜加局 后讲制造的旋转力举 又可推动机身绕着机头偏转 从而完成华丽的180度甩尾 由此可见 受到两个力举叠加驱动的缠线咕噜 和两个力举叠加驱动下的支奴干 看起来确实大同小异